放一個斜度,樹才看得到 沒辦法,那個還沙烏 小助理沒有幫他貼好 這是第一組,我們時間到,這我沒收了 那四位桌長老師,你們趕快也做好 因為待會你們要有一些建議 好,那我們就用熱類掌聲來歡迎我們第一組報告的 好,這是第四組,來,請 各位參與的夥伴大家好 我們是分組第四組,抽籤第一組報告的組員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又老又成,所以我叫阿嬤 那這個是我們媳婦啦,這個是我們孫子 所以我們是祖孫子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這一組最大的考量是 這一個區塊裡面,我們要去做到自然、生物、人 三個部分能夠完全的融合 所以我們這樣的考量之下 我們設計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裡面 等一下我再細部的講解 好,先告訴大家 我們先考量到一些問題 第一,圍牆要不要拆 有拆、有全拆、有部分保留、有降低三種 之後我們考量到全拆的一些安全性問題 所以我們全拆就已經把它去除了 我們會朝部分保留或者是牆面開動 去塑造永春失地跟社區的臨近性 然後部分保留或者降低也是讓我們的生物能夠容易進入 容易進駐的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再來,入口處的數量跟位置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是先產保留的態度 因為如果我們只留了一個出口 任何的環境,只要它是封閉式的 只有一個出口 對人來講,疏散就是有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那太多的出口 在裡面也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在考量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有出來的是這個圖 但我們先才保留的態度 那另外呢,我們針對 為什麼我們會有總量管制這個問題 因為永春失地我們希望它是一個生態有區 所以我們會有部分的地方 就像剛剛整個活動在講的 我們是要有一些管制區 那在管制區,我們在這邊有一些生水的區域 生水的區域就是我們希望它可以管制的地方 這邊我們希望是總量管制 也就是說,在生水的區域或者管制的地方呢 我們希望它進入是申請的 每天譬如說以我自己知道的福山 就是宜蘭的福山植物園來講 他每天,現在我不知道以前是每天管制三百人進入 那我們也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做一些管制進入的方式 來維護當地的生態 然後,因為跟當地居民有關係 我們也考量到人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會有更多的綠蘇陰道跟五障礙空間 讓它可以,就是在裡面不管大人小孩或者是年紀比較長的長輩 都可以行走比較,不會有障礙比較容易一點 然後,再來呢 因為永春皮,我們最先知道永春皮是在農田灌溉上面使用 那既然要回復,我們也回復當地的人文生態 所以我們會在裡面有菜園的產生 那這個菜園呢,我們會產生態農法 就是水,或者用水稻啊 然後用我們的鴨子啊,進去吃蟲等等之類的 不要去破壞當地的環境 大概會是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們有一個突發奇想的想法 我們不是有三棟保留建築物嗎? 這一棟跟這兩棟 前面這一棟呢,我們會當作是一個服務的中心 但是後面這兩棟,大家看到沒有 他們都在水中央 我們希望呢,它是一個在水中央 可以讓進去的人環顧四周看到水的生態 跟環境生態的地方 另外,更crazy的想法是 我們會在下面挖一個地下室 或者是說把它墊高 在下面弄一個大的觀景窗 有點像海洋生態公園 我們看水面下的生態 所以,在這一棟建築物上面 我們有做了一個空橋的設施 讓它跨過水域,然後進到建築物裡面 上面可以看上面的生態 在地下的部分,我們可以看下面的生態 那這一棟建築物是專門 能否生生物研究的人進去的 也就是說,這一個進去也是要申請的 那整個部分,在建築物的利用上 我們會是這樣的方式 然後,後面這個區塊 就等於是完全 我們希望到最後 它會是一個茂密的原始領態 有河水、有樹木、有堤 有錢、有生、然後有生物 讓生物、植物在這邊 永續的生存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講到我們要種菜 種菜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生火、種菜的阿嬤 就是我 我們會在這邊 弄一個生態的農場 讓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市民 可以進去依照生態農法 做種菜的市民活動 然後,一方面也親近這個環境 以上是我們的廣告 這一組的還沒有普通 一個步道的部分 步道 剩下30秒 已經超過了 剩下30秒 因為我們講得太精彩 所以還有10分鐘 這樣我們每一組都很精彩 好,步道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主路口 會是 就是現在營區的門口主 主路口 然後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進去 然後有一個環河的步道 一直走到鐵園的部分 然後再走到 我們的建築物這邊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個生態樹 另外,我們還有 這邊有一個步道 出路口進去 那也是,就好像我們剛剛考量到了 步道 路口我們不要太多 但必須要有別的地方可以進出 所以我們有兩個去入口 步道在這樣子 是比較低度使用步道的部分 天空步道 然後天空步道的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邊會跨過水域的一個空橋 那兩棟建築物部分 在這邊 我們都是用透明的壓克力來呈現 它是一個天空步道的部分 不管你走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高度 去看這個圓區這樣子 好,以上 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要補充的 有有有有 這一組的那個 治豪功能是最大的 最大的 你有比過啊 有 大概觀察了一下 大概 它是水面最大的意思了 好,謝謝這一組 謝謝 謝謝 來,我們歡迎順序第二組 是 好,這是 遺掌組 遺掌組在 這邊 有人要嗎 好,趕快拿到中間 大概看不到 好,我們歡迎禮掌組 來 好,各位好 我們這一組是禮掌組 因為 因為我們這一組很特別啊 包括 包括 部長生類 大部分都是在地人 只有我是外地人 所以我被推出來了 那 這一組跟 上一組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 那個種菜阿嬤一開始 就被我們提出去了 因為我們考慮到 分配不均 又可能造成污染的問題 那時候就會造成很多影響 所以 我們直接就 就直接說服種菜阿嬤 不要這種種菜 那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其實 花一點誰來討論 這邊 這邊有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塵沙石 因為 理想跟我們講這邊 這邊有一條主要的溪流 那這邊上面其實是 有很多 民生 用水阿 或是很多污染 然後 而且這邊 地勢的關係 所以這邊其實 很容易崩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做一個比較 評估這邊是比較危險的區域 所以這邊呢 會做一個塵沙石 那我們這整個地方其實 我們 畢竟這邊是生態公園 所以我們做的 核心區域其實 範圍也比較大 直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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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繞湖的步道這邊來 這邊是緩衝區 那這邊才是 一般民眾使用區 留住